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不久前,C罗也是不远万里,来到了中国开启了今年中国新活动,其中有一个行程,就是参加由高晓松本人主持的一单脱口秀节目小说,但事后却被爆料C罗大动干火,甚至还爆了粗口,而高晓松也是在自己社交媒体上正式发表声明回应了这次事件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。 据悉这次事件的主要人物就是C罗,高晓松还有现场被用的一位葡萄人与翻译,从高晓松微博可以看出,他先指明了C罗迟到的问题,本身节目的录制是定好了11点45分开始,但C罗足足迟到了一个多小时。 还有,C罗团队一来,就把节目编导和助理赶出去了,但是节目组和他本人都理解身为之心,该有的意思和工作量,大家依旧是以很饱满的热情投入了工作。 还有关于C罗本人退录的问题,其实这个问题C罗在很多西方媒体的采访中,也是多次提到的。 不过就是很多人中国球迷都很感兴趣,加上之前节目宝贝的问题清单上有这一条,其实看到这里,小编也想说上两句,就算C罗在其他节目上回应过这个问题,那在采访中提出这个问题,难道不是多次一举吗? 加上C罗才刚刚加盟新球队游文图斯,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梦幻生涯,为何又要提退役的问题呢? 前面高小松自己也有说,理解C罗工作量和忙碌,那就更应该问一些我们球迷更想了解和想看到的问题。 说到这里小编只想对节目组的安排表示无法理解,而最近报的是那个现场的葡萄言语翻译,小编只想说, 你这个翻译,真的是一个戏精,不停的给自己加戏,由于当天形成较多C罗在录制小说结束后,还要前往下一个地点,因此对采访中一些之前在媒体前面回应过的问题,想要跳过也述正常。 但是你居然说,C罗对节目很不爽,还出现了爆出情况,还是不确定的那种,要知道今天小编是全程在优酷看完了直播,C罗全程赶炒。 但看他完全没有不耐烦,也没敷衍,人一走,一堆锅让他呗,真的是太不厚道了。 还有就是粗口问题引起广大网友关注的一点,就是高小松回应的采访各路名人都气氛融洽。 再次小编也想说,C罗绝对不会爆出,毕竟他自己是一个公众人物,没有人会拿自己的形象去开玩笑,应该是C罗的助理看到时间快到了,只能上去和C罗交谈。 而C罗则告诉他节目还没结束,助理情急之下无意爆了出口,本事无意之举,却被这个德式的翻译给记下来了,居然还敢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来。 看来你这个翻译是不想当了,居然连一点客户影子都不带,职业操守都举满了,说好的为客户保密了。 再加上对高小松的言语攻击,你一个个翻译居然还这么多事,你会说葡萄牙语不也只能当个小翻译,还好意思在社交媒体上攻击高老师的脸有问题,最觉得是他居然还想出了替美女来采访,我也认同高老师的说法,这真的是对总裁的一种侮辱,本来以为又是一次美好的中国行。 没想到现在成这样,综合各方言论,这次赞助商,我觉得是有过,给C罗安排的行程过多,时间根本不够用,媒体不满,C罗也累,尽管他马不停骑,这还是会让等待的人觉得是在耍大牌。 再加上一个完全没有职业道德的翻译,事情就发展成现在这样了,罗黑怎么黑无所谓,C罗为人如何,了解的都懂。 各位看官,对于这次的C罗到小松事件,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评论和我讨论哦,本文首发语百家号,请勿转载,图片转自网络,金山联系。